香港人向日本大多都會想到救物或者好飲好食 似乎沒什麼想過窮遊 有旅遊達人提出方案 不用萬四元就可以環遊全日本四十七個都道府縣 大家怎麼看窮遊呢 如果你想一個人去不要花太多的話 可以感受到當地的文化 我覺得比較深入一點 窮遊的話 一天的話一千多元差不多 以前應該不會窮遊 因為去日本多多少少都打算買東西 你不買人家都叫你幫他買東西 旅遊達人梁彥宗就有個計劃 只需要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八港元 用二十四日環遊日本 不過平均每日花費不過六百元 行不行 他就說旅程先由東京出發 沿途北上去到北海道 再沿日本海沿岸去回明古屋 經過大阪去四國再去九州玩 以沖繩做終點 省錢之處是在於怎樣善用鐵路套票 基本上已經可以通行北海道 本州、四國、九州 沖繩就搬不到 而且它是可以搭上特急的車 所以很多車程都可以因為這樣縮斷了很多 而且因為你出發前已經搞了 我想如果有些人日本 一天晚上可能沒那麼可 或者去到怕、擔心 去到才搞會怎樣 你可以出發前已經搞定了一部分 一套21天的JR全國套票成為大約3700港元 若時間充裕的話 Chris建議可以改為買更便宜的慢車專用套票 旅費便可以便宜很多 至於住宿便可以選青年旅社 除以價錢便宜 還可以接觸到更多流浪遊客 至於坐飛機,他就說會選廉航 他還說日本內陸機廉航機票可以很便宜 想實行這個環遊日本大計 Chris建議大家不要怕跟當地人溝通 因為這樣才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當地文化 還有最重要是有時間觀念 因為車是不會等人的 O-Wing TV 東網電視新聞台 在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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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物